3. 老鹰不飞 作者 武济 炎热的季节,外幕山下,阳光正拨弄着海水的琴弦。 细水游客的声音是夏日最愉悦的音符。 我盘旋在这渔港的高空,多遍的山石,美丽的椒岩,宜人的步道,是这海湾最美丽的风景。 我经常在此流连与驻足,我是一只在最高处看着城市的老鹰。 渔船像是从我脚边飘落的叶,点点散在海面,又向中央流去。 潮水是山的裙摆,风一吹,便露出细细的滚边。 然而,我已经无法再飞高。 前几天,我把几颗保利龙球荡成小白鼠,吃进了肚子。 昨天又被瑞丽的鱼网划伤了脚。 现在,我只能立在这矮矮的胶岩上。 没有人的时候,才探出头来,聆听大海另外的乐章。 散彩虹 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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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